如此孝子,国道南,张国栋,魏龙豪和说。 您比方说吧,勤劳,勇敢,积极进取文明礼貌,孝敬父母,这都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有美德。 是啊,对老人啊,我们要尽抚养之责,这在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文明古国社会里拥有的道德方法呢。 对,可是现在有很多青年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积功尽力,目光短浅,破坏了我们这优良的传统。 哦,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那宫寺里住着这么哥儿俩,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把他母亲从南部乡下给接到台北来了。 对老太太挺孝顺的,是啊。 哥儿俩住对门,争着,抢着,都要养活他妈,不是这位老太太。 哎呦,那可真不错。 这老太太,原以为到了台北之后,一家团员可以寒一怒尊,想想天伦之乐了。 是应该这样啊。 没想到老太太从来的那天起,一时一刻都没闲着,这俩家呀,就让他忙活不过来了。 哎呦,什么可忙的呢? 活可多了,从早上起来,要烧水几茶怒早点,买菜做饭洗脏碗,看孩子充奶换尿片,提上他桌子拖地板。 活,这些事儿老太太一个人干的。 啊,拿他妈当下女的。 伺候完了人吃,还得忙着喂狗。 哦,还养了狗啊。 是啊,那是小孙子儿的宠物啊。 哦,这老太太连那头狗都不如。 什么呢? 狗吃饱了,躺在沙发上睡觉了,老太太吃完了饭,收拾干净了,还得去烫衣服,擦皮鞋呢。 哎,这人不如狗啊,说的就是。 等孩子都大了,他妈也老了,干不动了,这哥儿俩,谁都不愿意养活他了。 那怎么办呢? 老太太又有病了,这哥儿俩,思来想去,哎,想了一个好主意。 把老太太送到医院里去了。 没有,送到南部乡去老家去了。 啊,得撤职天板啊。 结果回到家以后,警务全非,还是没有人管。 最近,这位老太太又回到台北来了。 哦,哎,那以后又怎么样了呢? 啊,干脆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呢,给你表演表演这俩儿子好不好? 哎,那太好了。 那,爸,你也不能闲着。 啊,我啊。 啊,你啊,来演那个老太太。 哦,我也老太太。 对,对。 那你们俩呢? 我演老大,我演老二,好不好? 哎,好好好,那这,让我换换衣裳,准备准备。 好好好,你去吧,你去吧。 哎,老二啊。 哎,大哥,老太太最近来信了。 是啊,说是要回台北来。 哦,哎呀,这老帮子还没死呢。 他这么大岁数,你看他活着什么劲儿嘛。 哎,他要是得了个癌症死了,你看那有多苦。 咱们哥儿俩就可以少个累费了。 哎,我说老二啊,你可真够笨的呀。 怎么了? 这盼着老太太得癌症啊,啊,你这还算是人吗? 嗯,你怎么盼着他老人家得癌症呢? 那哪有让汽车逛死好啊? 哎,你比我来去的了。 不是,得癌症多难受啊。 难受? 哦,啊,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别得折腾呢。 安乐死还没通过,户地上当着咱们俩是他的儿子,也不能不管啊。 等把咱们俩钱全给折腾完喽,卖光喽,看到人家再死,为了安葬他,咱们还得把你屁股两类的账。 将来,拿什么还人家? 哎哟,这这我可没想到。 要让汽车撞死,就砰的一声,那就完了啊,老太太,不受罪不说呀,这最重要的是没咱们哥俩什么事啊? 哎,对,不用负责。 再者说了,让谁这汽车撞死,他能白撞吗?除了赵杖费之外,咱们哥俩至码也得泓个10080万的赔偿费。 是不是啊? 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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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不小,啊,我还有什么他一项。 呦,你们哥俩都在这儿呢。 哎哟,妈,您什么时候来的? 哦,我呀,刚下火车. 哦,您刚下火车呀? 您打算坐哪班车回去啊 这车来了就回去 告诉你们吧 这回来了吧 我就不走了 我不走 那您住哪啊 我住你的啊 那您住我那 我家没地方 你原来住的那个公寓 这挺大的呀 哎呀 做股票赔了 压给人家了 那你们现在住哪啊 我们住厕所 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现在租的那间房啊 是厕所改的 你看还一瓶多一点 就只能啊 放下一张单人床 每天晚上啊 我们一家六口人 都得落起来睡 您别说 您要上我那去 您睡哪啊 我 您要睡得舒服一点吧 那那你就得睡下边 对 那上面呢 压着六口子 还有八大胖子 加起了七百多斤 进您的身的骨 您进的骨 那我受不了 就是嘛 那我 我摔得上边儿行吧 摔上边儿 哎呀 那这么危险了 怎么呢 你想啊 万一底儿能那个一翻身 叭地 就把你给遮进来了 这一宿 他们怎么也得翻个十回八回的吧 那还不把你给遮斗子 那那说这也是啊 这也别多了 一回我就玩完了 您哪 咋听我的 我大胖 那儿欢迎 您呢 到他那儿去吧 对对对 我要找我大儿子 对对对对 我说老大呀 妈 我坐你那儿行吗 好啊 我盼着您住我那儿呢 呃 我也好尽尽 孝心啊 哎 你们看呗 这这 还是我这 大儿子好 哎 我说妈呀 您不知道 最近呢 我们家也出了事了 大小屋口 病了两对半 都快要死了 哎 你们家怎么 咱这时候有病 老大呀 你是什么病啊 再不说了 我是那个什么 心脏病啊 血压高 最厉害的就是个肺病 三气肺病啊 哇的肺结盆啊 光在这个左肺上就有六十四个呼噜 屁股成了勺了 那孩子们又都是什么病啊 那三孩子 等着吃泡泡糖 吃完了 不吐出来 都咽下去了 把肠子都沾在一块呢 到医院检查 开刀 六个大夫 使劲拉 愣拉不出来 你听听听吧 体强力交 沾的还结实 妈呀 我们家没好人了 我还想进校道啊 可是我心有余 闻力足足 妈呀 您还是到老二那去吧 啊 谁 我说老二啊 妈 那那我还是 还是 住你那得了 妈呀 你说来说去啊 您还是应该啊 上我大哥那去 这俗话说的好吗 国有大臣 家有长子 您要是买法拉吧 哎 不是还得挑那哥尔达呢 妈呀 妈呀 这老二也有抚养您的责任呢 再一说了 他比我富裕 我们家穷啊 我们家连饭都混不上了 妈呀 您开始到老二家住去吧 妈呀 其实啊 我大哥比我挣钱挣的多 您呢 还是上他那去吧 妈呀呀呀呀 饭比我身体好 哎呀呃 他比我身体好 他比我富裕 哎呀 他比我有钱 您应该坐他们家 你应该坐他们家 你应该坐他们家 妈呀 咋了 你不是打平方球呢 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都不愿意养活我呀 干脆吧 这么办吧 咱们呢 脱离母子关系吧 脱离关系 这可是您说的哦 当然是我说的 您可说话不能够算咯 我说话算数 我就怕您两人后悔 我们后什么悔了 你们可别后悔 您放心一点也不后悔 可嘞 那咱们就一言为的好 等我临死的时候啊 我把我那笔财产交给政府 让政府给老人们做点好事 你们俩可不能继承 咱们家还有什么财产 老二 咱们家还有什么东西 咱们家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就用不着你们操心了 妈 您跟我们哥俩说说也没关系 就是啊 我们哥俩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嘛 嗯 嗯 谁说的可也是啊 你们也是我亲生的儿子 是吧 看 那我也不瞒你们 当年呢 抗日的时候啊 你爷爷啊 怕日本人抄家 把一笔财产呢 装了个盘子 埋在猪圈的底下了 你爸爸临死的时候 他才告诉我 那些年呢 我到台北来啊 就把这事给忘了 等你们嫌我老啊 说我没用了 把我送回老家了 看你那个空猪圈啊 哎呦 我可就想起来了 我就把这事呢 跟村长说了 这个村长啊 请了很多人来给做见证 就帮着我呀 往外跑啊 那这什么来的 你们猜什么呢 满门当当 一坛子的洋钱啊 另外还有五根金条啊 什么金条 你小心没把头都咬进来 哎呀 金条再来了吗 金条啊 我是都交给村长了 让他们呢 去办个幼儿园啊 托儿座 哎呦 我的妈呀 你这么交给他们了 哎呦 多少的东西怪可惜了呢 哎 还有 多份坛子的银员呢 哎呦 老太太啊 那值不了多少钱呢 谁说的 谁说都一样 那没有金子值钱呢 老太太 哎 不 不 她比金子值钱 哎呀老太太 那是人家蒙您呢 蒙谁 哎呀人家村长儿子懂 哦 他说那一坛子里头啊 有一百多个银员啊 跟其他那些银员不一样 啊 才值钱 哦 那一百多块是金的 不是金的 也是银的 那是小日本的钱 哦 叫什么 什么 什么龙银呢 日本的龙银 啊 说一个呀 能卖十几万台币呢 啊 一个卖十几万台币呢 哎呦 这一百多个就能卖一百多个十几万了 哎呦 妈呀 那钱呢 哪个钱呢 我存行行了 哎呦 我的亲妈呀 你那个文质呢 存质啊 这不是 在这儿 我要发财 我要走运了 哎 哎 你们哥俩先别高兴 你们还记得吧 咱们已经脱离了关系了 拜拜了 哎呦 哎呦 您这看别走啊 不能走啊 您看大热的片 您看来敢去的 您那敢出个病来 得了瘧疾 你才发腰子呢 这是这么说话的吗 妈妈您您可不可 我去给您买饮料去啊 您是喝鸡水啊 还是喝果汁 还是喝滴滴滴 哎呦 不不不 您还是喝葫芦 我呀 我 我不喝 不喝 您饿不饿 您要是饿的话 我饿我饿 我刚吃完 麦当劳的 还不干 哈哈 您走累 您走累 我不累 咱们先找地方歇一会儿 呃 您坐哪儿 哎 怎么连个桌都没有 您看这也怨我 怎么我出来都 那个时候也没 哈哈哈 好了 好了 你们俩别在这儿了 我这老太太 哎 就走我在这儿 对 对 blade 您可千万不能做地下 把那衣裳都弄髒了,这什么妈呀?您做地下凉,待会儿垃圾了妈。 等等,妈,您坐我这儿。 您坐我这儿。 您坐我这儿。 他这儿软滑,好,来来,试试这个。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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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这是怎么了? 哎呦,这个残簧。 不过残簧没得,哎呦,都是我差点蛇了。 哎呦,我说妈呀,您还是坐我这儿来吧。 他这儿借势。 哎,妈妈妈,您您别把他这儿。 哦,我这儿软滑。 哦,妈妈妈,我这儿财经大。 哎呦,哎呦,哎呦,嘿嘿嘿。 这个颤颤悠悠的挺不错的。 哎呦,我坐着呢,倒是挺舒服的。 看他您舒服了,我可活舒服。 哎呦,我给您捶个腿吧。 哎呦,你快点捶啊,这一百多斤压着我,我受不了啊。 妈妈,您看我那儿去住家。 哎呦,哎呦,您那儿全病了。 哎,别说全病了,就是全死了。 我也得照顾妈妈呀。 哎呦,您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哎呦,您是我的妈呀。 哎呦,哎呦,妈呀,您可别听他那一套啊。 您哪,还是上我那儿去住吧。 哎呦,您那儿是没地方。 哎呦,走。 妈,我把孩子塞在床墓里。 也得让您睡。 妈妈,您上我那儿去住。 哎,妈妈,您上我那儿去。 哎,妈妈妈,您可千万别听他了。 他们家都病了,会传染给您的。 妈妈,他们家的孩子小,孩子吵,您睡不好。 妈妈妈,您您上我那儿去,您上我那儿去。 妈妈,您给我撒手吧。 干嘛呢? 你们这儿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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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刚才呢,是来回的追,现在呢,是来回抢。 嘿嘿,我明白了。 你们俩啊,不是惦记我啊,都惦记着我这存值了。 谁也不给,我还是走。 不能走,不能走啊。 别走,别走嘛。 不能走啊。 哎呀,我对您啊,这可是一片笑容。 我对您可是诚心诚意啊。 嘿嘿嘿,妈妈,妈妈,妈,你上我走了,您看我怎么办嘛。 行了啊,你还有脸哭呢。 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护养长大成人,啊,帮着你们把孩子摆一把。 啊,等我老了,等我病了,干不了活了。 哦,你们就都不要我了,都不管我了。 现在人又看着我有钱了。 啊? 你,不是盼着我喝滴滴滴吗? 哈哈哈哈。 哎,你不是盼着我撞在汽车上吗? 哈哈哈哈。 哎呦,你们也有老啊。 你们哪,还算是人哪。 你们还有良心吗? 那那个什么,我不是人,那什么我我我我我我该死。 我不是人,哎呀。 哎,老大,那你呢? 我我我我,哎呀,我也该死。 我也不是人。 哎,狠狠地打死我,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老嘴吧。 没的人不是人,打五百价。 打五百价,三价,四价,四价,六价。 哎,行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哎,怎么,老太子都走了。 哎呦,你怎么走了呢? 哎呦,我明白了吗? 哎呦,我们现在好后悔哦。 哎,后悔。 后悔当初不孝顺你妈了。 哪儿啊后悔的银行的孤独呢? 你都拿到了,哪儿是天地钱呢? 谢谢大家